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你说那个女人 为了那个女人 我爸跟我急了 我是他亲儿子 还是他 还是 看什么 对不对 你爸爸呢 是为了郭氏集团的家族企业 他肯定会用尽手段的呀 他是搞资本的 你能跟资本家讲人性吗 言人太天真了 哎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如果他要敢这么对我的话 那我一着急 我就走了 我不待着了不行吗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你太小看我 我 我靠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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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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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还天天自己找工作呢啊 哎 不过刚才那调酒师说两杯酒能卖那么贵 调酒师挺挣钱的呀 啊 那个老板就上回酒吧那个 嗯 跟我说让他 让我去他那打工 我 我 我要不去试试 去试试 去试试 我跟你说 你只要调酒 我就去喝 我天天不喝你的茶 不要啦 你呢 还是好好回去当你的大少爷啊 哦 不 哎 转睡 转睡 我说你转睡 你拿我去补一些 你拿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说你摔着 那你都给你了 你那你给我喝 你这生命这个 你把它给你了 你 这个人 喝得你 我说你 是周翔吗 是我 小艾 你现在在哪儿呢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又去周翔家了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今天给咱们分配任务的森队 可能是今年刑警队考官之一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回去了 进下水 这万事开头难 做菜呢 是甜酸苦辣咸 谁也玩不出新的花样 这话全叔已经常说了 你全叔说过呀 我跟你说吧 这话是我爸常挂在嘴边上的 你全叔年轻的时候 那可是一个精明的小子 真的 我没看出来 我跟你说件事啊 你全叔年轻的时候 到我们家来学徒 他不光把手艺学到手了 林辽 他还把我姐给拐跑呢 你说他是不是转了 那他还真是转了 你全叔啊 这辈子是拴在我姐身上了 你看 牡丹 我跟你说啊 其实这些年我对你全叔 我只是觉得你全叔岁数大了 到晚年呢没人照顾 我想给他找个老伴 没想到他不领我的琴啊 算了 其实吧 我觉得我全叔 就是那种重感情的人 他特别像那个 武侠小说里说的那个 特别有侠义的大侠 我相信你续什么话 骨道热肠 骨道热肠 他还柔肠呢 牡丹 这面不能这么柔 你这么一活 就把这面搓散了 他这筋都衬断了 这边上啊 都得弄干净 这上面全是面 弄得脏兮兮的 一个女孩子干活要利索 把这边上都弄得干干净 这面活完了 这盆就跟新盆一样 这面一点都不能沾 知道吗 这边就能拥得到 这边有很多东西 差点 这边就要不来 这边是适合的 这边是一面 这边是什么 来 怎么样啊 你尝尝这个 萱叔 给你做的 怎么样 很不错呀 真的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能达到这种程度 不错 不错 看来你静怡啊 没有藏着掖着 你也有这方面的天赋 学得不错 好好干啊 再过一段时间 说不定真能到白岸上来了 我 我又多学一样手艺 那个 萱叔 谢谢你啊 也谢谢静怡 我原来还担心你静怡想不通呢 你想到我低桥她了 说真的 我没想到静怡真的认挺好的 我以前有点怕她 反正我发现 其实她就是那种 刀疏嘴 豆腐心的热心肠 没错 没错 就是嘴毒 心软 而且啊 你这静怡年轻的时候 在白岸上做点心 真是有意识 你好好跟她学 用点心思 说不定 你真能到白岸这儿来工作呢 哎 哎 哎 哈哈哈哈